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眾生度盡 風陣菩提 地獄不成佛南輪 我獻盡榮 楚楚光 山路流浪 問苗花 世辰是淚過 此愛 大莫地獎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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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上辛親美廟法 八千萬劫難作務 五經檢文得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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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如來進世紀 各位法師各位聽見台北 大家好 我們繼續 所以要向各位水平第3片獎生入園 那麼在36頁 頭前面第4座 六幽獎生沁順上主 典、有、情、年、 逆欺南來主行陰獄、逆殺、逆害 如是頂會 當對無甘地各千萬一夾 救出無期 現在 貝宗菩薩要來報告 讓摩耶夫人知道 念無體獎生 會做到這裡的罪 那麼你這個清順上主公仏和 典、有、欺南、勝地 念無、欺南、勝地和 上主的東西 這兩種種主當然要對無甘地各 那麼什麼是叫做清順上主 教師說 有人來欺負這個上主 什麼叫做上主 上主呢 就是千年上主 流水精淫 我們這個上主就是神淫 精就是出家人 出家人一個來一個去 一個來一個去 好像流水 但是上主這件神淫 千年不當 研究就是這樣 它就是經用十方正部來開的 所以上主翻譯 叫做經濟 它跟我們這邊 叫做宿風經物 那麼上主之物呢 上主物就是 師主保持 要讓這間神淫 因為收行人要用的工種的物品 也可以說出家人的使善 就是時來所有的工種物品 都是師主貢獻的 要讓出家人收行使用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求福 求福 但是我們不是收行人 我們當然不可以故意去牽涉 這個上主的東西 去損害這個上主的東西 如果我們如果是這樣 當然我們會學到很大的座 所以上主就是由師主保持 給三保的 這叫做英雄生的 這樣就叫做上主物 英雄祖宅 所以有關於上主的政物 在這個律朝有說明四種的上主 一種的叫做上主的上主 這就是在知 中正的政部 中正的政部 在這個社員 裡面的照片 山峰 和這些東部 特性 賭房 來庫 扣房 的來物 完全都極限 他當初 我們不可以跟他合用 就是說不可以跟他用力其他的概念 那麼這間是他裡面 他英雄大的地方 不可以跟他分開 不可以跟他分賣 所以上主物中的上主英雄 這間是完教師 完教師裡面的東西 就是英雄是完教師 不可以改變 不可以改變 因為這些東西 就是要建設完教師 第二點 叫做十方的上主 因為我們出家中 是立立的牛室 十國 我們要出上主中的實佛 他入在這個上主 入立的東西 就叫做上室 所以這些佛節 是小義十方正中的佛品 通義十方 所以我們十方正來 都一樣可以享用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在上主裡面 你分東西 你吃東西 你今天煮什麼東西 今天有什麼出家人來 這些出家人 就是十方正 上主物一樣可以享用 所以這叫做什麼 叫做正規物 那麼有正常來 我們一樣的 要跟他共同 來享用這些東西 所以叫做十方正主 所以叫做十方正主 第三叫做現情的現情上主 現情就是民頭正 今天師主 他保持的東西 他所保持的東西 他所保持的東西 要給這間市 的這些出家人 他共用給這些出家人的東西 這一個出家人 就是現在的目標前 他自己說 說我要給共同 你們玩家師 這幾個出家人 這個幾個出家人 分給他這個民頭正 這叫做現情的出家人 那麼這些東西 讓現情 住在這裡的出家人 去應 不應的 就全於上主 所以 我們現情的出家人 不可以把這些東西 動作輸給你 不拼 這就是現情的 正常的東西 如果說 現情的正常 沒用這麼多 這些東西 要怎麼 入這個扣棒 要拼大獎 知道多少的東西 我們沒用 這些東西 就放在什麼地方 然後便宰 因為這是現情正的東西 所以在現情就是民頭正 民頭正這些的人 所以我們出家之後 所有的合理說起來 所有的財產 都受益現情正的 我們出家之後 我們的錢 我們的衣 這都受益現情正 這不是 這不是 我們家的家 我們如果死去 這些東西 就是整理上主 就上主 現情 這些出家人 可以處理這些東西 這就是我們 這個現情正的上主 第四種的上主 叫做十方現前的上主 十方現前的上主 就是在過世後的出家人 這個出家人 已經翁生去 他現在是現情正 但是他翁生去之後 他所留下來的財產 他所留下來的這個東西 可以分給十方的證書 十方的證書 譬如說 他這個出家人已經死去 他有三個 他有錢 他分給這些人 今天你剛好來三個五個 這些人都一樣 叫做十方證 他一樣可以領一份 那麽 那麽 我們這個出家人 收縮的 就是說 你要分給他們 這些人的東西 如果還沒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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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十方證 給十方證 這樣就會得罪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十方證 十方現情證的東西 要結合過 結合過之後呢 這些呢 結合過之後 這些可以分給這些 現情證 這些是十方證 所以現情的證物 就是十方證優 所以出家人的財產 沒有自己的財產 出家人的財產 財產讓你贏 之後就要贖上資 什麼人都可以 那如果是古代的出家人 他們沒什麼財產 就只要賠優惠 所以他們的財產 如果四季之後 有的人 那時候出家人 還沒什麼錢錢 你這個四季 這個人就拿出來打賣了 可以拿出來賣 賣去的錢 譬如說你這個衣 這個衣 你把他的衣 他四季了 你的衣拿出來 給人賣 你什麼人買 我幫你賣 五塊 我這五塊 我賣你這個衣五塊 我這五塊 我就要賠優 要賠優 就是這個四季 這個人 他的財產要入購 所以出家的情緒 大部分就是 他的財產 不管你們輸淫 你們家帶多少來 那才是你們家拿多少來 四季之後 這些錢都全於上資 不可以拿回來 所以你如果教師說 譬如說 你半路出家 你就本來有一些財產 你出家之後 你就感覺說 我出家之後 還沒在贏 我這錢拿回來 我兒子讓我們孫贏 這就是你的不對 你頭獲最主的錢 你說這我賺的 這我的錢 我以前還沒出家 我就有這些財產 但是你已經出家之後 你這些錢 還沒出家之前 就好讓他拿回去 你出家之後 你再拿回來 就要賓上資 要報告 讓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說 可以 你這裡可以拿回來 大家如果說不行 你這些錢就是要全上資 你拿回來 這樣你就頭上資本 所以我們說 要出家以前 最後就要把財產辦清楚 財產辦清楚 你接著說 我出家之後 我還有一棟房子 我這棟房子 要給我兒子 要怎樣 對不對 對 你如果要讓你兒子可以 你要把大眾賓 說這間房子是我 還沒出家以前 我賣 但是這間房子 是要給我兒子 這樣 所以 有很多事情 很奇怪 但是出家人出家後 有的人也是都 都回家裡住家 跟外人家都混在一起 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的財源跟他出家後 他出家後 他應該怎麼做 很多事情 這很複雜 所以說到概論 真的是很嚴重 所以在新聞經裡面 也有說到這件事 他說未來世 未來世佛道中 和原本 幾乎 共眾之星 應修永物 如是所需 肅風情物 幾乎 富得精進修充 學無學生 耐子政力極果 清真BQ 所應修充 必掣抵理前途路人 以共勢力沉沃 既改BQ不停受用 非以破壞亡行BQ 经行在家 食欲吃 凌共受用 食毒用 由是因言必掣抵理前途路人 不求便当自替 是因言必掣抵理前途路人 欲吃不敢 受諸孤獨 痛切難忍 命中定生 無甘地獄 經常所告的 就是在說我們的宿風情緒 宿風情緒對於我們的祖姓十緒 這是清正BQ所受用的 因為如果回到惡王 因為他的勢力 所以他來沉順 他來賠償 那麼賠償呢 把這個出家人的財產 賬去 讓那個無改得的出家人受用 那才是說 賬去獨用 因為你沉賬到出家出風情緒 所以你就結合到這個桌子 這個桌子會怎樣 首先會生死去無力 是中風 是半身不遂 以後 水智 寬定 沒說話 就慢慢就開始受到結末 結末後 他命中 命中就會退到無甘地獄 這是在說 對於沉順上族 沉順上族 上族裡面的情緒 所要用的東西 所以對於出家人有強警心 但是出家人 所要用的東西 這就是所謂上族的東西 如果說要共用 其實現在出家人 他的事主都很豐盛 他的事主都沒有欠 出家人最欠的就是用工和聽見聞法 出家後 如果能夠修復 其實一三天都穿一四人 穿不破 你三國很多也沒有欠了 對吧 現在出家人公生去 三國一堆 三國一堆要怎樣 人要幫你修圖 還不幫你修圖 要讓人家又不愛 所以你想說 上族要怎樣處理這裡 上族如果沒有處理這裡 這樣這輸贏還有貴心 對吧 這就是十方政府 現前十方政府 你沒有處理的時候 上族了錢 那三國都放在村口裡面 沒有要拿出來打賣 對吧 打賣有錢 所以這就是我們離這個政團裡面 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對於青春上族的事情 眉眉小小的還有很多 再來就是在點五正年 這支點就是點跟點一樣 什麼樣子 汙典 藍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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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藍到汙典 就是在知什麼 只出家收圖的BQBQ年 色差無辣 三米三米年 這些收圖人 叫做精尼 精就是精家 尼就是尼種 他們在收圖的個體裡面 就是叫做收繁圖 因為我們佛 規定 概率 出家人 不能嫁 不能出家 都要清淨 收 那麼他們的內心裡面 因為他沒嫁 沒出家 他心中就沒有下廚 沒有瑕疵 所以他如果是藍汙典 可以好好收繁圖 就能幫助很多人 不過今天有藍汙典的人 對不對 藍汙典的人就不知道什麼叫做貿 什麼叫做貿 所以有的人會去強行霧店 對出家人 對精尼的霧量 如果帝氏呢 這種人會犯到千佛出生 沒辦法參會的罪 所以如果藍汙典來講 當然要對地獄 那麼這點呢 李冠福三位海警有說 說世間主要義氣的眾生 藍汙典主要義氣的眾生 涼羞不正 犯下陰行 非處非時 行不正逆 設有BQBQ年 又不息 有吉普羅文定 主犯行者 六因非時非處 犯不正反 乃至一切犯下陰行者 族不正逆 如處罪人 明中之后對待 董 主 帝 閣 閣 閣 這點在我們世間 確實有這種無地匪的人 他為了貪到這個陰玉 所以他來這個生意裡面 關於這個修行人 那麼關於這個修行人 犯到這個陰玉罪 在我們現在這個陰玉罪 比較有在聽見 比較知道這個不行 以前在明國 我們五十幾年出家 那時候 五十幾年 六十幾年 因為沒有人在公經 所以那時候出家人 出家有夠無聊 每天都只做工 做工作 做山 做坑 晚上 早 晚上 午 沒有在做什麼 對嗎 如果要用工 如果要用工 就要用工 所以就比較有用工 跟人家開工 做什麼 所以有很多事情 發生在這個中間 有的人 十五人 很多苦情 去靠我師父聽 結果七靠八靠 師父給他安慰 所以他覺得師父很好 他們很會打他 人家的師父對他很好 就把師父戴八靠 就把外出去翻書 這就是黏悟到精 精就是BQ 有的人去生意做工 去做工 以前我們生意沒有錢 如果在做一個工 就叫這些流種出來做修工 現在做修工 說師父來看這個女生 這麼年輕的來出雞 或是說他出雞就生意做得不錯 他就把他拐拐拐拐拐 完七靠八靠 這些師父工作做完 師父回到他 他也把他回去了 所以以前很多事情 很多人去生意 關於出雞、BQ、出雞的BQ 所以這種做的叫做什麼 叫做尖誤情理 有的人不是就是被它拐拐 但看成年輕的出雞 erle 生意做得不錯就講話 跟人家說一些話 出口就不好聽的話感 有時候就說一些讓人聽到的動心話 這種的都叫做黏悟 因為你過去不聽驚 你不知道能夠可怕 所以你對外國人你不讚嘆 你不替他鼓勵 你還可以說一些誤黏的話 所以你故意調工 要把他黏悟 所以故意 這種的做法很重 但是他在我們五十年代的時候 我也看過這種BQ封門外出的 結果都跟他慘悄 我這個外國人出去的都很慘悄 都沒有多久 他的婚姻都無色散 真的是 財政就作業這麼多 可以讓你多邊境多過 不用說失了 不可想像 所以時代已經不同了 現在財政出家都在聽見 都有開地費 反賊的機會 我們才不是說黑白公對出家人說一些這些誤念的話 而且有的人是出家人 出家不是出債 他的本是出家 所以有時候他的心灰灰 講話會背背 所以就讓他看著說這瓶瓶 這可能出家出家出不掉 所以說我剛才跟出家人說 我們出家人跟在家人說話 所以說他要去相當 射去相當 引人瑕疵 人就會用這個機會去犯罪 所以各位 我們像我剛才說 說錢沒有兩個罰不斷 屬性有利 反射陰罪的人 他眼睛很厲害 他一看就知道這個會怪之不怪之 不怪之他不敢怪 不怪之他就三兩點半就怪起來了 所以各位 你如果想要來生意怪這個受狀人 你要記得 阿伯要對替成地角 重調地角 讓你去吃夠夠 讓你看你音樂多好 多快樂 你為了要怪猶 你在污黏到受狀人 你就自己要想 你如果吃了 做人在生過 開瓦 你想要去地角 過一個 你才去怪 其實前年受佛戒 他的戒替成情 他要依戒生定 依戒生肥 所以他才能讓療傷 如果他如果送心悲共 你去戒無辱 你讓他破戒 他失去戒替後 他不能做出家人 他也是堆落 同樣也是堆落 所以這個僵戒生命的事情 實在說起來非常非常多 現在呢 我們請請各位跟各位說到這裡 對於客人來的事情 我們會一次再來跟各位說明 好 下面我們來分享 願意出功德 忠嚴夫政道 雙部宿長音 下座三度寇 流幼見聞者 釋法寶體心 進出一步心 動聲紀錄國 川普通宗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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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找到见 见证甘定我愿见 那么大愿你将我疏伤 那么大愿你将我哭伤 我愿永远为你 羞悠自在乐年年